各位陀螺手大家好! 2020年加上了一年,終於過去了! 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永平安安! 這陣子天氣都頗冷,大家都要保重身體了! 今集是費利比拉河亞加斯高加雷對白魯城裡加紅龍寶 在招入門練習途中,他們的比賽就開始了, 神龍不斷向撒彈攻擊, 然後撒彈攻擊環上面的圓環抵消了神龍攻勢 神龍也刻意向撒彈,令奇覺醒刀印就覺醒 然後神龍用界限逆擊不斷向撒彈 在這個時候,魔龍很想過去幫忙,但是就勝槍阻止了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一帶一的局面 之後魔龍被勝槍推迫之後,就用這個虛無可烈招式 並且就衝向火山口,對這個電動旋轉區加速 殺彈和神龍都互相使用招式,而殺彈成功防禦島 這樣就令到神龍被迫移動到逆旋轉的電動旋轉區 所以就令到神龍飛起了 在這個時候魔龍跳起零,並且將神龍overfinish 之後勝槍都立即向魔龍發動攻勢 在雙方鬥到很激烈的時候,殺彈飄移撞上勝槍 之後魔龍和勝槍都overfinish了 殺彈隨後都是普姆路停止回轉 因此今場的勝利者是C高祖 在今集的尾聲都交代了下一場對戰 這個也是下一集的內容 就是蒼蒸霸鬥加王山亂塔羅對焦逸光加焦逸人量 下一集還有一場對戰 就是赤刃勇格加王山亂次郎對主角 那我就猜測霸鬥他們 就很快將主角他們解脫了 之後就會跟預告得知到 焦逸不會在那裡吵架 可能因為他們打輸到霸鬥的緣故 因此就有時間進行下一場對戰 去到最後 就是認為霸鬥和王山對焦逸 誰是勝利者呢? 歡迎在討論他的留言告訴我 要請評論一 mods 呆開畫